一早芳疗国小筛检站就涌入村民 他们都曾到过芳疗医院 担心Delta病毒快筛民众大牌长龙 就连一度下雨还得泡水等待 等了半天排不到 只能安抚民众改天再来 方疗医院28号修整一天再度大消毒 就是因为案14734 和方山群聚个案都曾到这 院内144名 医护紧急筛检PCR全都阴性 案14734是否为Delta病毒还不明确 方山两村店家暂停营业 也考虑延到29号 等疫苗施打完 针对两村村民将再发放物资 大家共体时间一起对抗难缠的Delta病毒 大家新闻南部综合报导